打艺术家迪达拉可是小组织里的极先锋 凡事都想打斗阵 在接连捕获一尾三尾 甚至据他自己所说险些抓到九尾后 他已经超额完成了老大分配的任务 看这帮浑水摸鱼的同僚们 眼神开始不自觉往天上飘 年轻有为的艺术家都是很记仇的 迪达拉在这一点上尤为突出 他在小本子上记着四个仇人 右 大蛇丸 名人和左柱 名人的仇不难理解 毕竟迪达拉嘴上说西拜 实际上被迷人和卡卡西追着一路揍 此仇不报非君子啊 再说老叛徒大蛇丸 他曾和蝎一起奉命前去捉拿 在惠途转身手上吃了点小亏 虽然炸了大蛇丸基地泄分 但自己的履历也难得有了失败二字 这仇也得报 不料半路杀出一个左柱 竟然敢杀他的仇人 尤其是这小子还是右的弟弟 心仇就恨一起算 非弄死牙不可 那么迪达拉和右的仇有缘从何起呢 迪达拉失从三代图影大眼目 自小精通暴盾 一手黏土炸弹玩得炉火纯青 这样一位前途无限的大好青年 放着未来图影接班人不当 冷落黑土师妹 竟然痴迷于爆炸 还称之为瞬间的艺术 他的艺术没有得到村民们的理解 反而被大家视为危险的恐怖分子 师父大眼目将他感到村外独自居住 没人管束后 迪达拉玩得更野了 公然支持反国家分子的行动 到处引发爆炸恐怖行动 他的名声传进了国际犯罪组织小 佩恩说这是难得的人才呀 速派三名大将 幼 鬼角和歇 兴师动众赶去赚他入伙 本来大家以为这是个穷凶极恶的罪犯 有着扭曲阴暗的思想 见面才发现 只是个深度中二病的愣头青 歇一瞧 自己这未来的搭档 直言他是早死的类型 迪达拉迫不及待的拿出了最新作品 给大家鉴赏 看着千锤百链的线条 追求二次元变形的造型 他不只是没有灵魂的手办 他会砰的一声爆炸 在那一瞬间得到升华 一输就是爆炸 大家望着迪达拉的自嗨 内心毫无波动 这时候谁先动手谁拉仇恨 鬼角和歇不动如山 又长谈一声开启血轮眼 说如果他赢了 小迪就得乖乖上山入伙 这是赤裸裸的绑架呀 迪达拉抬手扔出手办 先诈为敬 偷偷放出凝土无功 从脚下偷袭 小迪因招得手 刚要引爆 低头一瞧 捆住的竟然是自己 迪达拉这才知道 自己注视血轮眼的那一刻 就已经中了幻术 又沐浴在夕阳之下 宛如一位冷酷的神 迪达拉不禁被血轮眼的魅力折服 那一瞬的动摇 成为他心中无法化解的怨恨 杀不了又 就先拿他弟弟祭天 迪达拉领着阿飞前去挑事 见面就送了左珠一发空头炸弹 硝烟散去 左珠竟然用通灵蛇当肉盾 躲过一劫 两人见面没说两句就动手 左珠身形如电 一箭斩出 想先干掉 看上去很弱的阿飞 他没料到阿飞穿透了攻击 迪达拉退开身位后 扔出C1黏土蜘蛛试探 左珠不闪不避 抬手射出暴雨般的切鸟千本 封住了猪群的行动 迪达拉正要引爆 跨下挨着炸弹的阿飞赶紧叫停 左珠趁机一个琥泊被刺千鸟 小迪乱中不慌 反手扔雷近身引爆 阿飞正在哭丧 迪达拉却已撑着爆炸的风脱身 用雷顿的家伙 果然速度都很快 迪达拉用操灵之术 控制着黏土人偶杀向左珠 这些滑稽的人偶任性十足 草梯线竟然砍不断 而且出手又快又狠 千鸟飞奔而出 斩断的人偶又被续上操作线 一来二去竟然越打越多 渐渐形成包围之势 左珠正疲于应对 人偶突然引爆 硝烟未吸 左珠已如青雁般跳到了树上 人偶们穷追不舍 左珠一刀斩断大树阻拦 无奈他们数量太多 一旦缠住了脚 立即群起为之 裹着他一通狠炸 迪达拉正以为得手 萧烟中飞出一节木桩 他竟然被替身数百了一刀 迪达拉见状再是手段 烟中潜龙现行 这可是他的看家本领之一 C2巨龙 龙口中吐出成堆的地雷 迪达拉骑上巨龙准备起飞 左珠瞧出不妙 提剑杀奔而来 却被一发诱导弹缠住 巨龙刚离开地面 切鸟锐枪突然击射 可惜晚了一步 还被迪达拉看穿了极限距离 龙口再吐诱导弹 左珠急忙飞身躲开 落脚珠突然下陷 他脸色一变 有地雷 轰然乍向中 左珠开启咒印 靠翅膀低飞避开了爆炸 阿飞钻出地面 他已经将地雷全部埋好 天上有诱导弹 地下有地雷 这还真是上天无路 下地无门 右导弹迎头轰炸 草梯剑倒飞出硝烟 带着光电刺入地面 左珠狼狈地趴在地上 双翅已经变成了单翼 迪达拉正要送他上路 左珠忽然扯动钢索 射出两发大型手里剑 可惜没中 左珠坐身载悦 迪达拉料他无处落脚 不料左珠竟然踩在了草梯剑上 左珠借力腾飞 切鸟锐枪斩断了巨龙翅膀 迪达拉这才醒悟 刚才的手里剑是故意将他逼到草机剑上空 但他不知还有套中套 刚索拉动手里剑怒杀回马枪 将他的双臂狠狠定住 下方可是地雷 巨龙刚一落地 立即触动连锁爆炸 左珠甩出前影蛇手脱身 阿飞冲着前辈的残衣又一阵哭丧 一道足影冲出消音 小迪及时踢开手里剑保住了命 双手的剧痛彻底点燃了他的怒火 该死的血轮眼 该死的鱼制波 他的艺术绝不输给任何人 绝不 迪达拉掏出黏土开始猛骄 要放出他特意准备用来杀诱的绝招 C4加罗罗 阿飞下的把腿就跑 迪达拉张口吐出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巨型人偶 左珠花容失色 掉头逃得比阿飞还快 这东西如果爆炸那还得了 迪达拉冷笑 没人能逃得过加罗罗 巨型人偶迅速膨胀破裂 左珠还以为是雅旦 一条对方得意的表情 顿感不对劲 迪达拉抱和一声 鬼的一幕出现了 没有之前的轰轰烈烈 然而天上的飞鸟 地上的走兽 还有逃窜的左珠 统统会一飞烟灭 原来巨型人偶爆裂时的风 会将无数纳米炸弹 扩散到空气中 生物一旦吸入 体内就会充满炸弹 一旦引爆 就会从细胞层面彻底破坏生物 实在是杀人于无形的可怕人数 迪达拉正在狂观胜利 突然感应到幻术 左珠居然没死 还展开蛇翼背后突袭他 千鸟当胸刺穿 左珠说 血轮也能够辨别查克拉 纳米炸弹在他看来 就像一片烟雾 他看出那些炸弹 触及不到迪达拉所在的高度 自己也躲了上来 刚才被炸死的样子 只是他的幻术 果然如此 所以我说要感谢右 迪达拉突然钻出剧足 一把琴抱着左珠 千鸟贯穿的 不过是黏土分身 迪达拉不愧是最记仇的艺术家 和右交手后 他每天都在磨练左眼来看穿幻术 迪达拉吐出小新加罗罗人偶 将左珠包裹机中 用黏土五花大绑 血轮掩饰角里 纳米炸弹 已经充斥左珠全身每个细胞的空隙 迪达拉跳离人偶 查克拉也即将耗尽 连心扉棋都捏不出来 千鸟刺破人偶 左珠斩衣飞绿而来 想抢在引爆前干掉迪达拉 可惜他迟了一步 迪达拉抱和一声 重重的摔落在林地里 他眼见蛇骸以为自己终于赢了 刚想大笑 熟悉的幻术突然又来 左珠背后发难 一拳将他揍飞 迪达拉起身一瞧 发现左珠浑身都被千鸟垫得伤痕累累 心中立刻咯噔一声 左珠果然已经发现了 起爆黏土的弱点 左珠凭借轮眼 看出迪达拉结的印都是土盾 雷克土 他猜想起爆黏土遇上雷盾 会变成哑弹 所以从一角手 左珠就不断用千鸟来试探 千鸟千本击中的蜘蛛有些没炸 但也可能是迪达拉顾及阿飞没有引爆 自动触发的地雷是最好的实验对象 左珠凭借能分辨查克拉的血冷眼看准位置 故意将缠绕千鸟的曹迪倩插中地雷 小迪这回是自己往枪口上撞 让艺术哑了火 他还不甘心 甩出双子蛇蚕腿 左珠的千鸟急蹭而来 吓得他赶紧松手 左珠其实在强称 这下也到了极限 迪达拉见状大喜 又开始叫嚣 左珠却一脸面谈 迪达拉怒了 又和左珠这对兄弟真是一个德性 一样的臭屁和狂妄 不过沾了羽之波血统的光 拥有了血冷眼 就将他的艺术视为无物 这是对他莫大的侮辱 那种东西根本入不了眼 快告诉我又在哪 左珠一句话让迪达拉破了大方 尤其是他竟然关上了血冷眼 迪达拉怒脱外衣 咬开胸前的封印 将起爆粘土 未尽了心口 他要展示自己的终极艺术 自爆 半径十公里的爆炸 能让一切化为灰烬 给大地留下永远的伤疤 附近的人都得陪葬 临死前 迪达拉不忘 向拉电贝尔的阿非道歉 真是一位体贴的好前辈 该死的左珠 感受恐惧吧 彻底惊叹吧 体会绝望吧 艺术就是爆炸 炙热的冲击波 淫灭了大地上的一切 年轻有为的迪达拉 彻底为艺术现身 然而他的在天之灵料不到 左珠藏身万蛇口中 逆向通灵躲过了一劫 此后的忍戒风雨飘摇 猛料不断 他这点事连热搜都没上 愿天堂没有血轮眼 也没有空大